歡迎收看8月15號星期四 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桂牙 民眾黨創黨才五年遇上了最大的風暴 假仗這件事破口會是誰呢 是端木正還是李文娟 昨天檢方兵分七路來搜索 約談會計師端木正 木可的負責人董事長李文娟等等 有六個人 付訓之後是以涉嫌偽造文書罪 預令端木正是100萬元 李文娟是150萬元交保 並且是限制出境出海 以及有電子監控 李文綜不是說 李文娟只是協助的角色嗎 那今天150萬元交保 這代表的是什麼樣的意涵呢 引起關注的還有一位 被約談之後我們才曉得說 這個關鍵人是木可公司的助理 叫做何愛婷 這個證人轉成了被告50萬元交保 何愛婷他算說是木可的員工 竟然也領了柯文哲淨總的薪水 而且還曾經一個月領大概20萬元 然後捐給了柯文哲10萬塊 一手領薪水一手捐款 有沒有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這是不是高宏安助理費的一個模式呢 難得的是這幾天躲著媒體的柯文哲 今天出門的時候主動 媒體既然來來來來來 那我們就來受訪吧 是不是因為李文綜無保請回 讓柯文哲覺得自己safe了呢 那麼陳志涵他則是說 柯文哲昨天有寫一封給小草的信號 說的世人不明講的是誰啊 講的就是李文綜啊 那麼李文綜是不是也要被切割了 那至於小草們 現在則是把矛頭指向了黃珊珊 要求黃珊珊要辭掉了立委來做負責 可是柯文哲說 混亂的時候不要添亂 對比蔡壁如論文抄襲案的時候 馬上就被逼著辭掉了立委要止血 那這個黨他到底有幾套標準呢 而今天有一個 網友們非常轟動的話題 是關於96萬的便當 是什麼樣的便當 怎麼這麼高貴 又是怎麼樣吃的 好 今天我們會繼續來挖掘 開始今天更多討論之前 先來介紹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創作型的來賓 是立委員榮譽顧問陳柏惟 我就還要彈吉他 好 謝謝 因為你會畫火箭 創作材質 好 再來接著是 因為我有關注貓貓 他在網路直播中自動請說 要多講一點的網紅市場貓 我沒有這樣講 我講說我都來這邊 當薪水小偷好不好 大家好 今天責任重大 好好的讓你來就你所見所聞 來跟大家做分享 接著歡迎民進黨新北市議員卓冠廷 各位好 大家好 好 周周邊來介紹 網路評論家溫朗東 大家好 還有律師出身的民進黨立委蘇巧惠 各位好 大家晚安 接著歡迎是前法官 現在是職業律師的 張耀宇張律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還有歡迎的是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大家好 我就是主那個告五人樂團的 主持人員告鍾小平 告五人 好 稍後我們還有一位是 他曾經噤聲在柯文哲的身邊 對柯文哲的前世有一些瞭解的人士 這一位是柯文哲2014的募款執行長 鄭淑欣稍會他也會加入討論 我先請教朗東 因為有關於法律的部分 因為我們一直在等說 昨天到底這個 在北選復訓之後 會進行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看到的是 本來端木證 他是要200萬元交保的 可是他的情形很特殊 叫做密保無鑰 就是中級中料有困難 所以改100萬元交保 建制出境出海 還要佩戴電子監控設備 李文娟的部分 150萬元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也是要佩戴電子監控設備 端木證的陳姓助理 他本來是證人轉成被告 不過他比較特殊是 訓後五保請回 還有一個是 木可的會計人員何愛婷 他是證人轉被告 50萬元交保 目前就這個狀況 這是有交保金 以及轉被告的部分 再看到的是李文中的部分 他證人身分 但是訓後請回 五保請回 還有戴力林的部分 因為尼奧什勒 那三張的發票916萬 究竟怎麼一回事 他說他都一五一十的回答 證人身分 訓後請回 我先請教朗東 畢竟你也是法律背景的 你先從這個交保的部分來看齊 這整個案情怎麼樣來看 對 他們這個偵訊到凌晨 結果這個訊息一出來 交保訊一出來之後 就發現說民眾黨他又在說謊 因為民眾黨把所有責任 都推到端木證上面 說是端木證 會計師作假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應該只有端木證 或者是他的一個助理 會需要交保 需要繳錢才有辦法走 結果沒有想到是說 要交保還包含是李文娟 150萬 何愛婷50萬 這意思是什麼 李文娟之前就傳出 他跟李文中 用兄妹的關係 一手在禁種 另一手也實際上在控制 募可這家公司 然後何愛婷還直接記錄上面的話 就直接遊領 克文哲進總的一個錢 換言之是說 他們在募可公司 以及在進總 都有他們關鍵性的一個角色 而現在都已經涉嫌 必須要交保 才有辦法離開利眼署了 因此這件事情 並不像民眾黨 前兩天開記者會所說的 這只是一個單純的會計師 為了偷方便 貪小便宜 所以故意把賬亂兜 這樣的一個字 而是他直接涉及到 募可跟進總當間 有作假這樣的一個責任 跟李文娟作為對照組是誰 是戴力林 戴力林他跟他開的公司 尼耀以及時樂 他跟募可在表面上 都是跟了這個 克文哲有合作的 這樣的一個公司 可是跟募可有關的人 需要交保才有辦法 離開這個利檢署 可是戴力林就不用 就表示說在戴力林那邊 相對來講法律上 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但是一戰跟募可扯上邊的 就有可能接下來 會不會到被起訴 甚至被判罪 如果募可 他所謂的進總 根本就同一套人的話 那就直接上到最高司令 發號司令的人是誰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一路從所謂的李文娟 就會連到他哥哥李文忠 甚至就連到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看到這個的話 可能晚上又要再睡不好 而且有意思的事情是說 照理來講 進總是財務總管 這是李文忠 結果昨天竟然不用交保 就直接請回 只有兩種狀況 第一種就是檢調問一問 之後發現說 真的不關他的事情 這個事情跟他沒關係 這是他妹妹弄出來的 第二種狀況是說 他這個角色很重要 故意用釣魚的方式 放出去 看他有沒有回募可公司的保險櫃裡面 把這個現金移走 這套我們如果在節目上講久 他們會不會回去 就發現要很小心很仔細 因為從龍之廟到高雄安等等的 所以我不要他們看我們節目 有的話李文忠 現在不要打電話給柯文哲 你現在跟柯文哲講這些話 通訊的紀錄 南保檢察官已經有監聽票 都已經在密切關注你們 有沒有繼續再做無尾搬運 這過程當中更多的疑點的話 先跟大家做一點預告 例如說我們昨天網路上 討論最多就兩張發票 因為說有96萬的素食 一出來大家覺得很驚訝 他說怎麼會有人吃素 吃到96萬 有人去算過說 如果你一輩子都去吃素食便當的話 96萬可以吃66年 所以有素食店的話 他可以辦一個活動 叫96萬 可以幫你辦終身會員證吃到飽 這是我的一個創意 重點是他們會解釋 他們解釋還多不容 一開始的時候 陳志漢在節目上說 是9萬塊達成96萬 後來許甫有講說兩筆發票 一筆是960 一個是110 所以剛好兩個沒有三筆之後就走起來 客人真的很喜歡搞拆字 柯會拆成木可 那是不是他智商157 就是15加7 然後結果這96萬就是960變110 沒有人寫上會把這兩個混在一起 而且他日期的話 一個是1月7號 然後另外一個是9月 時間也對不上 而且我還特別注意到有一點 這很少人注意到 這一張發票 有沒有注意到這邊是藍色的筆 藍色的字按XX 後面的XX是黑色的 就表示有後製 一開始有人用黑色的筆 先填完這個之後 後來就有人再用藍色的筆 再重新填一次 發票有後製的痕跡 包含說4X貓這邊 有些獨家發現 先賣一個關子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在過程當中 他們民眾黨內部就 混亂成一團 然後所以說黃珊珊 他就先辭教了中央委 然後這時候陳志漢 看起來就比較幫黃珊珊講話 他說負責的不是黃珊珊是總幹事 而是負責蓋章的 負責授權找的就是柯文哲 是柯文哲找的李文中 李文中找的端木正 這邊市務長把責任 直接去逼供 就要柯文哲這邊 可能另一方面 跟黃國昌很要好的陳婉慧 也跳出來說 黃珊珊不只應該 辭掉他中央委 連立委都應該要辭掉 直接要把黃珊珊逼退了 所以民眾黨內部 就分成柯文哲派 黃國昌派 黃珊珊派 加上一個陳志漢 一直不想認領 跟他可能有關係的時間有公司 所以說彼此之間亂成一團 這樣都有問題 最後的話繼續互報下去 到底入死誰守 真的是值得繼續看下去 好 法律面的部分 我先請教張綠 我有疑問 因為也很多的鄉民 都覺得法律上可以這樣 我200萬元交保金 然後結果因為我籌不出來 我們理解中籌不出來 可能就是要在裡面 可能會改命生涯 可是也可能會降保 也會降保 所以這個其實是 法律上常見的一種 常見的 好 那個電子監控設備 他要怎麼監控 有一種是電子腳樓 可是那個好像比較像是 重刑什麼跟犯罪 對 比較嚴重的 一種電子腳樓就帶在身上 然後你只要遠離一個區域 太遠的話就會嗶嗶叫 然後那個警方 一直要助你離開那個地方了 然後現在的新方法 是好像是用手機 他們也要孤零手機去跟派遇所聯繫 確認出他人是在這個 發一支新的手機給他 因為他的手機被扣走了 然後所以他們所有的 你所有通點都要通 手機會被扣走 對 然後就 但新的那一支他給了你之後 其實就滿好笑 就是誰敢用那一支講電話 對 那一支專門就是用來通 通知說我人沒有跑掉 然後另外會再辦一支新的手機 自己用 一般是這樣 但是我們的訊號中 是可以看到你在哪個附近嗎 還是說他一定要到說 我可能在一個感覺比較詭異的地方 可能到了海邊或到機場 或是到什麼 他才會有反應 沒有 他其實就是 他只是用電話去跟派遇所聯絡 因為你的建議台在哪裡 都會特定在你的位置 位置在什麼地方 就是那個建議台在什麼地方 都會知道 其實這樣是可以特定他的位置的 其實坦白說這些方式都是一個 我們講說防君子不防小人 對 主要是說 讓被告有警惕說我不要跑掉 可是因為有很多都是交保 但是我們看到電子監控設備 目前我們政論節目討論 這算是沒坐我剛才算第一章 你會 那個律師 就是說我們會覺得交保就交保了 那他已經有保證金壓在那裡 可是是覺得 可能他們考量風險偏高嗎 是 坦白說 其實本屆用這種電子監控 其實是相當少見的 一般就是限制住居 限制出海出境三線 其實用到電子監控是比較少見 其實可能是要給被告一個 心理上的一個威嚇 我覺得是這樣子 都有在看喔 不要以為可以怎麼樣喔 好 那我先請教冠廷 是 我目前從這個聯合報 他們所整理出來 從交保金的部分 他們可以推論說 那就是端木正跟李文娟 就像朗東講的 李文娟不是像李文中講的那樣 角色好像輕描淡寫那個樣子 是涉嫌偽造文書的嫌疑是滿大的 然後再來是說 這個李文中他打錯字了 所以我特別幫他打個叉叉 不是這個宗 是宗教的宗 財務狀況 他的解釋是說 因為財務狀況都是桌襟見肘 所以我們就請了委外的端木正 會計師事務所來處理 但沒想到 肉報跟物報的金額 就到了1817萬 但是我都不曉得到這邊喔 如果在庭上講說 我都不曉得都可以這樣子 就沒事嗎 那再來因為端木正的助理 陳先生 這個陳先生他強調說 他只是幫忙登陸而已 他沒有改過資料 資料送過來 是什麼我就如實的登打 那他可能在登打的時候有 因為他也不知道資料是有錯 所以他就是偽造文書的被告 被請回 那我們覺得很 需要去釐清的是請教一下 那個916萬3筆錢 到底是來自哪邊 是柯辦出的 是端木正出的 還是誰出的不曉得 對 現在關鍵是八個字 這八個字就是柯文哲 現在整個民眾黨處理 這次危機最高指導原則 是人不明 用人不當 所以他第一時間發生事情 把所有責任推給端木正 他們甚至連所有的登打系統 甚至連所有的 不是只有做簽證 簡單來講 他們等於是說把所有的帳戶 都是端木正要扛 可是這個事情邏輯不通 各位 端木正只是會計師 他聲明講得清楚 他只做簽證 然後今天就算我看到 你有部分的登打的項目是 你用相關的帳號卡去登陸的 可是前面的那個帳房是誰 前面支出所有總部的錢是誰 關鍵就來了 李文中跟李文娟 木可的角色就出現了 所以除了貴陽你講的 李文中 李文娟 他們相關被調查 木可的角色以外 其實有一個人很特別 叫做何愛婷 何愛婷他是木可的工作人員 他現在被查出來就是說 他同時在木可當工作人員 可是他卻有在整個競選總部裡面 有支出薪資給他 這關鍵就來了 為什麼他也會被調查 你看他在2023年的8月薪資2萬塊 9月4萬塊 然後結果後來居然有一個月10萬塊 有6萬塊 有5萬塊 首先第一個 如果是在同一間公司 或者是說所謂在總部裡面認職 薪資的浮動不會這麼大 一下2萬 一下4萬 一下5萬 一下6萬 一下10萬 有司法風險跟人家提供 這個有點奇怪 我說真的 如果說表現良好 應該是一路加薪 怎麼會變成這樣 第二個 我上次有看過這個狀況 哪裡 那個叫高紅 你講的 你講的 所以民眾黨的關係人士 都有習慣性的所有的薪資有浮動 第二個奇怪的地方 大家觀眾有聽到端倪了嗎 我故意蓋賣個關子 木可這間公司現在是跟 柯文哲的總部之間 千絲萬縷的關係當中 最核心的一個點 就是說如果已經有這麼多人 跳出來講說我所有的帳目 我所有的東西 甚至我授權 我商品 都透過木可這間公司 他的工作人員 怎麼會同時領競選總部的薪水 同時又領這間公司的薪水 那就更證明一件事 木可這間公司 就是柯文哲競選總部 某種非常強烈核心的合作對象 或者是有人認為說 就是另類的白手套 這講白就知道 未來是不是司法要去調查 所以各位 我回答你剛才這個問題 就是說視人不敏 用人不當 這八個字就是柯文哲現在 最高指導原則 他把這些事情全部都推開 一推端木正 端木正之後 後面再去切李文娟 李文忠 可是這些人都跟我 柯文哲跟團隊沒關係 這些人就會變成是替罪膏 可是他們剛剛從李文忠以下 他應該有管一批人當然是沒有錯 黃珊珊是總幹事 當然難道會沒有責任嗎 所以後續可能會被傳約談的 應該也會往上手 總是要往上去追究相關的責任 是不是真的不知情還是怎麼樣 因為剛講到這個何愛婷的部分 我請教柏偉 我細細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冠婷講的比較快 我們看一下 他的薪水從21000到45000 這一定是表現非常優良對不對 一路往上漲 加薪 厲害 怎麼會 因為8月 9月 10月 所以每個月的帳 從21000基本底薪 好像比較低 沒有 如果是21000就是part time 21000是part time 沒有 不可能全職 這低於基本薪資 表現優良 還是說他加了加班費 不曉得 總之21000到45000 然後到54000到64000 每個月薪水可以差到1萬塊 表現良好 優秀 還有跳double的 然後接著我們看 他的薪水前面加起來才多少錢 20出頭萬 捐10萬 好大方 好大方 20萬捐10萬 然後再來我們看 他的薪水到了1月份的時候 不得了了 1月領了三筆 10萬塊 為什麼1月薪水突然變10萬 可以說出個道理來嗎 然後又領了 1月底又領了一個4萬9 然後再來又有一筆獎金 因為選舉結束了 又領一筆獎金 2月的薪水還是照樣的入帳 這個你有看出什麼端倪嗎 薪水可以這樣 然後他賺沒多少錢 還可以捐10萬塊的 這還要講 怎樣 這還要講 這個不叫何愛婷 這個人叫調節器好不好 我有零頭的時候 就會給他當薪水 我有缺的時候 叫他作帳10萬塊捐來擋部 然後等到我比較多的時候 我再多費一點給他 這個人就叫調節器 我跟大家保證 他薪水絕對不會是上面列的這樣子 絕對不可能 這個不是政治獻金的申報嗎 這個申報不是都要一如一時嗎 他在牧口那邊可能也有領錢 對 他一定要領錢 才能在牧口那邊上班 不然牧口那邊一定有一份薪水 那欠沒光 沒有 他其實這個是禁總的 對 我說牧口一定有薪水 所以禁總跟牧口 同時有可能就把錢都給他 然後這個時候就要看他要怎麼調節 水有在調節的 來 貓要舉手 我要講 我要先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以前一直關注這些 就是民眾黨的這些幕僚 我發覺一件事 就是柯文哲沒有對幕僚那麼好 就是可以兩邊領薪水 可是他們其實常常就是會 這個地方掛幾個月 又換那個地方再掛幾個月 譬如說高昂那邊就有 寄生 就是掛四個月 五個月 然後又掛去哪邊幾個月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會這樣 掛來掛去 但是就是每個月只會領一次薪水 一起致命的遲刀砍人事件爆發後 保姆卻沒主動高 所以我會覺得說他比較像是 掛在禁總然後去做木殼的事 另外我要提到一件事 掛在禁總就不能做木殼的事 對不對 而且10萬塊太多 他們都在一起的 就走到隔壁間就可以做一下事 再回來又做自己的事 對不對 那我再說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都有分析他們的薪水 我隨便有三個 第一個就陳志涵 我應該放這邊 陳志涵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他們薪水就是會有一個底薪在 像他是10萬 然後扣一點勞健保 所以10零9萬7 可是他們的加班費 是跟他們底薪合併在一起的 你會看到說 他如果都沒有報的話 就9萬7就是固定有沒有 然後有報加班費 尤其是快靠近選舉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報到很誇張 報到一個月15萬 他底薪10萬 然後可以報到15萬 對 所以他可以加班加到5萬塊 然後最後就是 你可以看到就是 他們都有發年終 他們今年年終都是一個月 然後最後就是績效獎金 陳志涵他就是領30萬 我們之前聊過了 就代表說他的KPI 今年有達標 所以選到第三名領了30萬 其他的就包括說 我們前幾天有討論說 李婉軒有沒有 他一樣他薪水就大概是6萬塊 領一個月年終也是6萬塊 然後他今年年終 他的績效獎金是5萬塊 4萬9千多 剛剛這個其實同樣 同理其實你也看得到 他如果沒有報加班的話 大概就4萬5 然後報加班的話就到很快 因為他快要到選舉的時候 他報到10萬 他薪水4萬5 可是他加班可以到10萬 最後他的獎金就是5萬多 也是領一個月的年終獎金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們一月都有三筆錢 大概是這樣 一月大家都有三筆錢 那陳志涵回捐多少錢 陳志涵沒有 他的砍證又回捐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 就一月都有三筆錢 一筆是本來的薪水加班費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年終獎金 一個月再加績效獎金 每一個人績效獎金就不太一樣 大概是這個樣子 如果法律面的責任 掛在禁總領錢了 但是去做木可的事 有沒有法律責任 有嗎 掛在禁總去做 因為木可是民營的 他的負責人是李文娟 又不是什麼黨營事業 這個有沒有法律責任 這個問題一時間 還把我們給問了一下 因為禁總理論上 也還是是一個私人 他畢竟還是不是公家的單位 沒有法律責任 但是在使用政治獻金的部分的話 有沒有用在競選的目的之下 那會不會覺得在跟募款的目的 是有差別的 我覺得這倒是一個 可以考慮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這也是民眾黨 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到今天為止 我猜接下來的日子也是 第一個他把內臟跟外臟搞混了 他們裡面一定會有一些內臟 有一些可能比較不方便給大家看的 這個也都有難免 比如說買煙買酒 然後慶功宴不好意思 怕太鋪張浪費 所以可能老闆會出一筆錢 做這些事 但他不一定會拿去報仗 這個是內臟外臟的部分 或者是真的 就有一些細項弄掉了 請公司重新開一張大張的 但是這個算很特例 你不可能是常常開 一張400萬700萬1000萬 那個都太開玩笑了 這第一個內外這樣搞不清楚 第二個 政治跟法律搞不清楚 他們一直在處理政治面的問題 誰要請辭 誰要負責任誰要幹嘛 可是他們一直搞不清楚 今天大家在檢討他們是法律的問題 你待會兒會討論到一些 收據發票不合理的數字幹嘛 那些是有責任的 不然端木正為什麼要帶電子設備 電子監控設備 為什麼何愛婷要帶電子監控設備 何愛婷沒有是李文娟 李文娟為什麼他們要帶 這是有法律責任的 可是你第一時間跑去問陳志涵 跑去問吳怡軒 他們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還是呈現一個 賴清德也有吃大愛小吃 蔡英文也有報餐費 那你們把他抓去關好不好 無聊 一直動來動去 根本就不是重點在那邊 重點是你們是現在在作賬 不是人家有沒有吃那間 小吃店的問題 所以他 然後再來第三點是什麼 第一個內外賬不分 第二個政治法律不分 第三個就叫公司不分 什麼叫公司不分 政黨基金會 公司 然後人流來流去 錢流來流去 以後給你們執政的話 你裡面的人是不是也可以 這樣子流來流去 你募一個4億有1800萬漏報 以後一年給你試兆的預算 你不就有1800億會弄不見 這樣子還敢給你執政 你今天民眾黨最大的問題是 內外賬不分 政治法律不分 公司不分 你如果不把這三條 民眾黨內部不把這三條 很清楚的劃開來 然後重新去反省 這一件事情要怎麼面對社會大眾 每天再打這些魔物賬 還有老公老婆不分 960110出來有兩個講法 你們阿嬤不可以回去睡睡睡睡睡睡 說得好 明天再出來接受我問 對不對 所以如果都要這樣子搞的話 坦白講我這一陣子 我其實根本不管民眾黨 會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最難過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政治人物都一樣 我們在那邊很認真做 這樣很認真募款的 你們都一樣 你們這麼政治就是要用錢 我整個用錢 要用錢的 民眾黨那不是我 我跟蘇喬惠委員 在立法院的時候還在討論說 我們那個很辛苦 我們那個助理要多請一點 我對手有25個助理 我們公費只有多少錢 只能請10個 那怎麼辦 剩下怎麼辦 討論 好辛苦 怎麼募款 阿林 阿林 阿林所是常吃96萬 阿林做事有辦法 我們造勢100多萬 就已經那個開單據 開到頭邊去了 他造勢開1000多萬 現在裝潢淨總 竟然也還可以這麼多錢 裝潢 那個不是裝潢費用 我去問一問 那個在屏東那個叫營造費用 那個都可以蓋房子了 在裝潢 因為我現在正在裝潢 新北市黨部 所以我非常的有感 氣死 我們現在裝了100萬 結果是這樣的狀況 可是跟他一瓶14萬 看起來也差不多 但是因為瓶數不一樣 他竟然說不要糾結在瓶數 這就非常荒唐 來 冠婷你說話不錯 關鍵不是這個 何愛婷個人領多少錢 現在關鍵點是 募可到底是不是柯文哲的小金庫 是不是柯文哲 故意跟總部之間的錢流來流去 為什麼這背後這麼重要 貴長 你剛才問了問題 我回答你 今天如果一個人 他在募可上班 他要去幫忙 讓柯文哲競選總部 做趴探工作可不可以 可以 沒有違法 可是現在關鍵點是 他在這裡上班的錢 正常來講 不會有這麼大的浮動 你剛才講的 2萬多 4萬多 6萬多 然後突然工作了一半 再回捐10萬塊給民眾黨 然後後面繼續領 領到了競選結束 1月選舉完了 2月繼續領 而這個人關鍵在哪 他在募可的工作 根據現在媒體的報導 他是替募可作葬 一個替募可作葬的人 他同時領柯文哲競選總部的薪資 我就問一個問題 募可先公司 我回到最源頭 我們這一個案子 一開始最質疑的 柯文哲你授權給募可 錢讓募可賺 然後裡面幫你作葬的人 我還要拿競選總部的錢 幫你養人 大家知道這問題在哪嗎 我給你一千多萬 我給你一千多萬 讓你去幫我做商品 我對你好成這樣 授權 他後來說是什麼 禮貨費什麼的 但是我跟你講 知道的人都說 是柯的志工 在處理這些事情 沒有 但叫他的想法 他的講法我尊重法院 要不要採新是法院的事 我看的是政治獻金 你登記 你寫這叫授權費 你給募可一千多萬授權費 對他這麼好 好到你授權給他 給他一千多萬 這最源頭 回來這裡 你一樣對他那麼好 一個幫他管帳的人 你可以給他50萬薪水 他幫募可管帳的人 你淨總再給他50萬薪水 然後他也對你滿好 再捐10萬給你 這不覺得怪嗎 說真的 沒有違法 私人公司的人 要去淨總幫忙給 他可以這樣講 他來打工 我們說怎麼打工到一個月10萬 人家公司很長 我給薪水不行 你這樣講 對不對 大律師 無法抓違法 可是很奇怪 沒有人的錢 是這樣子跑的 但是我要說明 他們的澄清今天早上的說明 是說時間沒有重疊 他的意思是 好 他現在是募可的員工沒有付 可是在這之間 他是柯進總的員工 是在二月沒理薪水之後 他才去募可的 這樣說法是這樣 我只有一點點短暫補充 民眾黨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台灣是海島國家 海島國家在歷史上 都是很會做生意的 不然不會叫什麼大海盜時代 大航海時代 既然很會做生意 台灣人整頭腳都老闆 這種小力 這個真的都不用正論節目想 接下來我沉默無秒鐘 請各個老闆 你們自己在電視機前面罵 我跟你講電視機前面罵得比我還大聲 你這種這樣過得了老闆的那一關 這一看就 我跟你講有沒有違法 我們現在不知道 不是說我們看這個數字 就有辦法算出來他有沒有違法 因為他這個到底金流是怎麼跑的 為什麼會有浮動薪資 這是一回事 可是你現在在挑戰 全台灣人民中小企業組的智商 你有任何一個人的薪資 是長這個樣子的時候 請問他是什麼 網軍嗎 推一條推文100塊 然後他這個月推200條 這個月推450條 所有浮動薪資 他的論見計酬的基本條 有作賬的人是論見計酬的嗎 根本就不合理 然後我們已經跟你講說 民眾黨這個你要小心 因為他是會計 我們要說這個你要小心 然後他的反應是 我一講這個都抹黑 來 請得也有請聘僱人員 錄車英文也有 你講報作用我們是好心提醒你 你可以同一間素食餐廳來便當 你都很厲害 你都跟高安一樣 我們這個調節都沒有問題 沒有關係 你就繼續保持你調節沒有問題 高安的事情兩年前講 大家不相信現在已經判刑了 民眾黨你們就繼續拗 最好拗到大家都一起 一辭職 然後進去裡面圍起來 跳營火網會 我看大家對那個便當非常有興趣 那我們從便當先來 來貓 便當的部分 因為便當的故事是這樣 我昨天錄影完然後出棚 發現這個便當整個燒起來 因為我當下一直在聽 陳志涵他上專訪 他上專訪的時候 他就有解釋 他說好像是9萬多結果打成了96萬 我當下就聽進去了 殊不知原來我們採訪的時候 科的科辦發言人戴宇文 以及許甫後來也在臉書上他有PO 他說不是啦 就跟朗東剛剛講的 是960元在key in的時候 前面的110沒有刪掉 所以就變成960加110 就變90幾萬 他的說法是這樣 後來大家不是去查說 這間便當店好像沒有營業了 而且他是素食餐廳 陸續你今天是不是去清零便當店 你有什麼新發現 我跟你講我只能故事幫他梳理一下 這個故事就是因為上個禮拜開始 大家要帶動查帳風潮 所以這個禮拜大家就瘋狂 大家各種查不同方向查 昨天晚上就有一個叫做 臥槽的團隊 他們就查到說好奇怪 為什麼裡面有一筆96萬的素食費用 他就說素食費用怎麼吃到96萬 那當然就是發了一篇文 那個時候就是陳志涵 大概是昨天晚上6點多左右開直播 他就在可能是剛好有人問他 他直播的時候就直接回答說 沒有啦key錯了啦 是那個多key一個位數 是9萬多而已 然後我們心想說不是啊 你不是6日都在那邊查帳 你查了兩天就問你 你也是搞不清楚 因為最後那個大概快8點的時候 許甫就貼出了兩張發票 他貼出兩張發票說 沒有我們已經查好了啦 是有一張發票叫做960塊錢 另外一張是110塊錢 所以這個兩個我們key的時候 key在一起所以變96萬 然後以為這樣就結束 因為我們想說好那就key錯了 這樣就結束沒有 我們就發現更多有趣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個110塊錢 這張收據應該是收據不是發票 這個收據它是去年的9月7號 你9月7號已經key完了 你是怎麼樣隔了四個月之後 到今年的1月7號 你還可以再拿出來翻出來再key一次 然後把兩個發票key在一起 我有一個說詞 這中間沒有再訂過 9月訂完之後1月再訂 中間沒有再訂過 好 這是你的說詞 我幫他們想了一個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質疑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有要試著想想說 什麼樣叫合理化 所以我試著想說會不會是這個樣子 好 正解 沒有 這是桂亞的說詞 我們現在拿出 這個是許甫的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許甫提供的 我很無聊 我給他鏡像轉了180度 然後這邊我們放大 放大 放大 他上一張單據叫做風味小籠包 你真的很無聊 有沒有看到他上一張收據是有 好像買了多少錢 155塊 所以他上一張 他如果key兩張單字 要key在一起的話 應該也是 不管是他打什麼 960155才對吧 對不對 因為他兩張單單連在一起 他心得那麼細 你為什麼不一定刺繡 我就無聊轉了180度 然後放大 他上一張是風味小籠包 有沒有 看得到嗎 風味小籠包 有四個月只有這一張 沒有 這是下一天 下一天 對 下一天的 如果你是一起key 你為什麼上一張沒有key進去 然後你就直接跨了四個月 key了四個月之前 對 這個是我們問題 我就比較前一點點 就是發現一些小問題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 其他就開始有一些延伸 就是說他們有去Google看一下 這家大愛素食天地 這家大愛素食天地 好像一兩年前就是結束營業了 我今天有去現場看 我幫大家解惑一下 這其實那是同一個老闆 同一個老闆他有分前門跟後門 有昏的跟素的 對 他前門賣的是素食 但是他後門賣的是昏的 有什麼炸雞 什麼排骨飯 所以他是前門後門賣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因為他只有申請一家 所以就是賣後面小禮快餐店 他還是蓋前面大愛素食店的桶編章 他就申請一個 你看貓貓多有實事求是的精神 對 所以我有去問了一下 其實後來因為這個前面 不知道是生意不好還是怎麼樣 反正他就是結束營業好像變咖啡店 對 有可能做不來 搞不好人家生意很好 但是覺得太累了 也可能是太累了 不知道 所以剩下後面小禮快餐店 但是他還是一樣是蓋大愛素食天地 我今天早上10點整的時候 我就去現場排隊 我就去買了一張 我就買了一個便當 小雞飯便當 還真的挺好吃的 我拿到收據 太小張我幫他放大一下 放大有沒有看到 我們就放大 然後基本的他其實開的都其實 有沒有看到 繁體中文有沒有 為什麼許甫拿出來是阿拉伯數字 這個 對 為什麼你們的會計 阿拉伯數字也可以收 我如果是柯文哲 我就把你扔回去了 好不好 但是你知道嗎 我那個時候我跟他們 等便當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他現在要等 我等的時候就跑去問說 那個不好意思 請問你們的營業時間是什麼時候 然後他們就講說 我們營業時間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然後我們六日休息 這個時候就有問題了 來這一張借我一下 你找不到 他這一張113年1月7號 當小就是禮拜天 為什麼許甫禮拜天可以吃到便當 到底是為什麼 不好意思 我有想要表達的 因為這是一筆 不好意思 我本來以為說是96萬 那就是一筆大單 大單的話我可以開張 但是你最後是960塊 不好意思 沒有營業 對 應該不會有店家為了900 大概是9個便當 為了9個便當 因為他的便當大概就是80到100 對 80到100之間 你應該買900塊的便當 你可以對那個9的字跡對不對 可是他有1的字跡 他1的字跡也 對 可是他沒有寫阿拉伯數字 因為你去吃他有一個1了對不對 你如果吃9個的話你也吃得下 他比那個9的字跡不一樣 你就知道會不會出事 總之就是我很好奇說 好 其實其他事情都釐清 現在就最大的問題說 為什麼許甫 這是許甫自己貼的 這個不是我們造謠抹黑PS 現在還在他的粉絲團上 還是可以去看 現在大家去朝聖 今天應該還在 就1月7號禮拜天 許甫到底為什麼可以買得到便當 好 來 我有別的解答 喬惠委員 因為你們其實有很多買賣 或是要報仗的相關的經驗 來 我以為你是說要買小禮便當店嗎 你應該有吃過吧 中央黨部說他們常常叫 是滿好吃的 對 可是9萬6的話真的是要訂到 96萬 9萬6的話也是要訂到900個 對 1月7號是不是黃金燈 900個訂便當 通常我們不會跟同一家訂 我跟郭亞跟觀眾朋友分享 其實因為競選總部 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其實因為你是要讓這個場合的人 都吃到便當 沒有錯 但是你想想看一家小吃店 怎麼可能在同一天的上午時段 一次做出900個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真的需要 500個 600個 甚至900個便當 其實我們會分很多間 很多間餐廳來訂 這才是選舉的食物狀況 所以其實很少會有一間 因為一間小吃店 可能真的吃不下你們那個大的量 吃不下 因為你要在同時 你想想看11點45或11點半 大家要多年開始進場 便當就要來 真的有可能一間店 真的就是600個900個這樣出出來 這不可能 更不要說96萬了 那是9000個便當 這個實在是 1月7號黃金周 應該是 所以我在猜 不是 他們是在南部辦活動 但是台北的便當 他們又出事了 對 柏惟就是 我就是剛剛想說 他唯一可以辯解的就是說 1月7號是黃金周 所以那天他特別商請便當店打開 可是問題那天 他們剛說是辦在南部 他辦在高雄 可是便當是台北的 這個也說不容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 假設他是貼錯 我是不是貼成了96萬 對吧 張編商是96萬 請教一下 你扣掉那個900 就是說你的帳目上面短差 平常 對 短差很多 短差可能是95萬多 請問一下你這個銷是怎麼對的 對 不 我就問 柯惟哲那天他們開記者會 一支牌開 跟大家講我們都清查完了 41萬以上的帳全部查完了 總共4間公司2000萬的調配 然後被大家講說做假帳 講4間公司2000萬 結果真的只有這2000萬嗎 只有這4間公司嗎 結果一查毛毛這麼閒 一查就查到個91萬 你跟我講96萬 你跟我講41萬以上全部查完了 結果41萬的其實說來說去 也只有153筆而已 他說他查兩天才算153 不是 就代表他講的根本就謊言 沒查清楚 他真的太鏘了 他那一張上面問題真的有夠多的 你知道這是王毅川的發文 但是他發之前我覺得很多人 他真的潮點太多 我們大張一點的 來 你看 首先是第一個 這邊的字 假設這個是真的有開這個960的東西 你看這個110的看起來兩個格式上 或者是你看他用藍色原子筆撇兩撇110 從剛剛這兩個看起來 其實都是黑筆 這個外行 因為他不知道說 其實店家也知道要寫國字 這第一點 第二個 這個發票誰開的 這個發票是大愛開的 還是柯文哲總部開的 是大愛開的對不對 他開發票給柯文哲總部 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張是誰做的 柯文哲競選總部 你們有去大愛買到 他們店家需要為你嗑印章嗎 大戶 就是 你看 阿伯再來 我跟你講他們來 他們每次都要開手續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對他們很好 我們撿一個鷹 他要開手續嗎 柯文哲那些人來 我就回答鷹 柯文哲競選總部 我跟你講民眾黨 你在挑戰全台灣人民自稱 我跟你講 我還是可以破解 我還是可以破解 等一下給你破解 不然就是他們去吃的時候 然後還會每個店家送印章 口袋帶出來 我這邊有印章 我們用蓋的 不要用寫的 民眾黨黨部跟夜店一樣 出去的時候都要蓋章 所以他們每個人 每個黨員送到一個印章 老闆 你不用自己寫 來 我幫你蓋 我跟你講 我們在這邊 呼籲貓貓接下來每天都去吃 吃到他幫你蓋 大隻雞蔓蹄有限公司 吃到他扣這個印章出來 然後那一天你看你吃 有沒有吃到96萬 你買一個便當還打桶邊 對啊 這個不是 這是我的公司 我本來就要回去報仗 還在工作 這是我還回去報仗的 這個整個都在挑戰大家的智商 然後當時960 110 他們的解釋是什麼 兩個人是什麼解釋 一個人說多說了一個零 其實只有9萬6千塊 不是96萬 假設你是真的 結果他過沒多久 又有第二個說法出來 說看錯了 是一張960一張110 這個就是他們講的110960的 兩張抽劇 我真的是覺得 如果你們這種講法會同 第一個 一般來講作帳 我問過有一些會計師事務所 他們說如果要做這種很嚴格的 像政治現金 年度的這個報仗 他們開一個銷 然後一邊是收入 一邊是支出 然後你就開始打 把所有發票都打進去 然後最後 他會得到右下角會有兩個藍 一個是總收入跟總支出 這兩個數字要一樣 不然那個東西不能送出去 請問一下 你96萬這個東西拿掉之後 你是怎麼送出去 你是怎麼把960加110 寫成96萬 然後你整張表兩個 收入18萬比 柯文哲講的 支出不知道幾百幾千筆 你是怎麼把這18萬筆的數字 對到可以送去監察院的 怎麼做到的 對 好 怎麼做到的 所以最後如果960跟110 加起來可以等於96萬這個匯通 以後再有人說他的智商157 就是15加7 左腦15右腦7 這個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其實很多小店家 他就直接 譬如說他有一本發票 我剛剛手上有我公司的發票 他那本發票之後 他直接蓋了一張之後 剩下給你去填 有 這個是當然 他就有互信 他覺得消費者 大概就是這種 一兩百塊便當的東西 也不會給他亂填 所以除了那個張 是小禮便當店蓋了之後 其他全部都是柯文哲堂 所以畢竟是自己填的 才會出現寫阿拉伯數字這種錯誤 他填96萬 這個小禮可能下個月 就要開始開發票了 老東哥講店家給你方便 然後你把它方便到 隨便到底填96萬 這個就有問題 如果因為他支持者960 所以他們政治先進帳戶會多 95萬9150元對不對 準過 人眾黨這樣眼睛這樣 眼睛睏一下準過 柯文哲最厲害的 最厲害就是他說 對 因為我們就太多筆了 差個2000萬 可能會超過2000萬 講得可以輕描淡寫這個樣子 但是律師我想請教 因為其實這個案子 牽扯到的法律的層面 相信你最近也有在追 相關的這個案件 他的問題會是什麼 起碼政治獻金法有 那會計法也有 還有什麼樣相關的法律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算一下 以及他的刑度會是如何 昨天端木正跟他的助理 那個陳偉軒都有去被詢問 對 可是這陳偉軒等於說就是 民眾黨指控說 是幫忙登陸的這個助理 最後是無保請回 但我要說他跟本案 其實並沒有其他太多 相關的關係 但我要說 所以你沒有當指控說 他的助理這樣去亂填 或是有十一筆漏報 是不是到底跟144是一樣的 然後實際上最後 實際上另外被交保的 東木正是一定會有問題的 你看像木可的負責人 李文娟150萬 員工何愛婷是50萬 代表說 警察官認為更大的問題 是處在木可 而不是端木正 跟他的助理登陸的問題 而是木可要嘛是提供的 不該提供的發票 或者是說怎麼樣 那就是說 如果今天木可實際上並沒有實際上 接受科辦的一些商業行為 他又卻提供發票給科辦 讓他們去做這個沖銷 對 這就是商業會計法71條 就是提供不實商業評論罪 不過這是輕罪 5年以下 對 5年以下算輕罪喔 相照貪污罪條例 他都算輕 因為我們之前聊的都是7年以上 所以相較之下5年以下算輕的就對了 那如果說李文娟他又因為幫忙提供這些發票 然後又把錢做一些挪用 就譬如這個錢實際上不應該留到木可的 他就假借的方式上留到木可 然後再進入其他口袋中 其實有可能會牽涉到公益侵占 或是業務侵占的問題 這個罪就會比較重了 這個就會變7年以下的這個罪 這個就都滿有機會進去入肩執行的 最有意思的是說 今天民眾黨指控的部分 是說都是端木正亂報 導致說1800多萬的金額沒有登附在裡面 可是實際上檢察官對於這部分 其實並沒有過多琢磨 他反而琢磨在是木可的金流 民眾黨整個記者會中 是沒有提到 幾乎沒有提到木可這個公司的角色 李文中說 也沒提9億6萬 這兩個最核心兩句都在回避 然後李文中說 李文娟只是幫忙這樣 李文中說他完全不知道 然後昨天又被吳寶請回 所以這看起來是 檢察官應該是很明顯是 他是由外往內慢慢去查 所以最後可能牽涉到的人 可能會越來越往高層去 去禁逼 鏡週刊他們所獨家掌握的 是黃珊珊辦公室 我們就孤影其名 然後往下第二個單位 就是財務主 財務主的第一個名字是誰 李文娟 他是在禁辦裡面有角色的 他又是木可負責人 難道又是離職之後開的嗎 對不對 不是嘛 因為時間點 三個他都是首腦管錢 你忘了 木可 禁辦跟基金會都是他 都是李文娟 當然 錢全部都在他手上 三個系統 那如果用這樣的角度 150萬元交保的話算是 我覺得算 我覺得其實可以再高一點 因為其實他這個金額 金額其實 金額真的滿大 尤其是說三個單位的金流 都是把它掌控的話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關鍵的角色 你知道他們現在把責任推給端木正 說是他誤登 打錯 錯職 柯文哲不是第一次選總統 不是 他是第一次選 他不是第一次選舉 他2020他選過兩次市長 選過一次總統 也選過一次全國不分區 他這個是故意為之 他這個不是什麼錯 什麼疏失遺漏 他是故意的 你故意找一去 你找了端木正來幫你 然後KEEKEE說 他是外包的會計事務所 他連這件事情都還在騙 是到底有誰會做這樣子的操作 你是有經驗的人 你跟我說你第一次選總統 侯友宜賴青的也是第一次選總統 結果剛剛律師講說 會計事事務所外包的 他是在外面看你做的東西怎麼樣 他不是幫你打的那個 你把會計事當公讀生 結果你們現在大責任 還在推在他身上 我真的是優秀 我只能說我們自探不如 用這麼低劣的手法 用這麼糟蹋人的方式 在選舉跟募款 在花錢 在跟查賬 然後你們可以300多萬票 佩服 厲害 因為今天有一個是戴力林 就是你要時樂這一個老闆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你要跟時樂做的事情 看起來差不多 可是他說沒有 我們就團隊不一樣 所以我開兩間公司 老闆都是他 然後因為他另外一間公司 是有別的股東 今天戴力林他都有出面來受訪 他想要澄清說 不然你毀損我商運哪錢 我都收這貴 就是他有很多的抱怨 那僑會委員我想要請教的是 他講的我先詮釋 就是先幫他說明說 他今天主要想要表達什麼 他說那三張單據就是沒有 然後他有提到一個1000多萬 他1087萬那個什麼 轉播脫播費那個部分 他說就是廣告費用 那因為說柯文哲的 就是怕不出去 什麼電視公司要不要收他的公格 所以他用另外一個名字 去幫他做接觸 有無廠活動 網路手機宣傳 以及什麼下標跑馬 這些都有費用 然後包括什麼測標 總之他說這個是有真憑實據 就是1087萬的部分 那再來他說柯文哲跟他道歉 承諾會全面清查 那一通電話就是柯文哲 在對媒體說要全面清查的前一天 可是因為我認真的聽他講話 我聽到另外一個重點 我覺得滿詭異的 我們實務面是怎麼樣進行 他講一件事情 他說黃三生這邊來跟他接觸 搞不好小平哥也可以等一下幫忙說明 他說黃三生這邊幫他們接觸 然後說到說我們要辦個演唱會 三月的時候就講 後來是七八月的時候辦 那個演唱會 因為他們要再弄一間公司 再轉給應該是石樂 是石樂包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他說所以因此而創造了一間公司 需要由這間公司來簽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了 競選總部不能夠直接說 我們有一個活動 然後我把活動包給什麼公司 不行嗎 對 所以我覺得剛剛 從一開始播我一直說 這整件事情 他們民眾黨真的是在挑戰 台灣中小企業的老闆們 我覺得其實民眾黨這一次 也真的是在挑戰所有台灣 這麼多大大小小選過局的人 我們在場就有好幾位 其實不管是選總統 還是選立委 選首長 選議員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要募款 然後才能拿這筆錢 去做競選的活動 所以最後也都是要 規規矩矩的去申報 你到底被捐了多少錢 你到底支出了多少的狀況 你有結餘的部分 那就是所謂的選舉結餘款 說有些人就會拿去做基金 因為有些人拿去做公益 有些人什麼之類的 如果你甚至還虧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好 所以整個的狀況來講 大家都會很清楚的 把你的支出的明細 一筆一筆的散寫上去 可是在民眾黨這一次 被大家看到的狀況就是 他不但是有莫須有的 他說我有用尼澳 尼澳和時樂這個公司 我有請他們去做支出 結果人家跳出來說沒有 現在甚至是這種 不管是場地費 一次就是400萬 我就問真的是 所有選過局的人 到底哪一個場地要400萬 這個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情況 周杰倫如果9月半 大巨蛋差不多400萬 對 但是 樂天桃園租桃園棒球場 一年370萬 但是我們不是周杰倫 我們不是樂天棒球隊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到底是什麼人的 競選多少人的 當時場地費是400萬 我就不知道這樣的狀況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又說因為我們要做募款小物 我們要辦一些特別的選舉活動 所以我們要成立公司 可是說實在的 選過這麼多次的總統 我們陪在旁邊看 小英總統的時候有小英商號 對 那是因為 如果我們是單純的 用競選總部來做小物 來請求大家給予支援 其實大家買競選小物 是為了表達支援 支持 所以你開多少價小物 你開多少錢 其實支持者 願意買的都很願意出去 所以他不會在乎拿到的是發票 還是捐款收據 但競選總部如果有量大 要做這樣方便的話 確實是有些時候 就像小英商號 他會變成是用一間公司 來處理所有小物的部分 那麼這個時候就是獨立製作了 在這個不管是設計製作 還是飯出 通通都是這個商號 獨立來運行 而且選舉結束之後 這些公司也就結束了 如果賴清德的這個部分的話 一開始甚至是總部就直接做 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 也都是總部自己做的 我們真的是沒有看過 有什麼說 成了另外一個公司 另外一個公司 而且這樣聽起來 還是要轉兩層 其實今天我在看戴小姐 在戴老闆在說的時候 我們看到越後面也是越來越花 就是說還要再轉兩層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所以這其實他真的是挑戰了 所有台灣選過局的人 那小平議員 因為戴立寧是有 曾經是透過你這個框口 你說他一直等不到 黃珊珊的回復 所以才提前出手 才有那一個聲明 那個聲明才爆起來的對不對 對 這個戴立寧電話上跟我講 講了大概半個多小時 重點就是他找了黃珊珊 黃珊珊就不接 後來等了一兩天 就一讀不回 後來回了 回了 回了 他說我幫你來問 也沒解決 黃珊珊既然大言不慘 在電視上說 鍾小平講話可以相信嗎 你認為你們該相信 你們該相信黃珊珊 還該相信戴立 你跟我這一邊講的話 現在我跟你講 那你記不記得 他那個問題是問什麼 我只記得他說 916萬 他沒有做你的這個工程演唱會 也沒有開發票 然後你憑什麼把我監察院去報 重點是這句話 對 重點是他沒有回答問題 他反而是攻擊你 對 你回答有沒有 他有沒有做你工程 有或沒有 有的話就滾丁床是不是 沒有 我也沒有 你有沒有去報到監察院 有 被你們查出來 大家就看得到監察院那個公報等等 所以黃珊珊很壞 我跟你講 戴立林 他現在的對他的處分 對黃珊珊很不利 對客戶者很不利 我講給你聽 法官在這裡 我講給你聽 依我出錢的法律之事 他是不是被傳去了 昨天 傳去以後 一個小時就問完了 顯然他講的話 顯然關同意 而且 你說的是戴立林嗎 不好意思 半個小時就問完 半個小時就問完 而且沒有轉被告 對 就叫你回去了 對 他就是證人 可是他相信你 他叫你來求證 你證人要講的話對誰不好 當然是對黃珊珊跟柯文就不好 今天我們很清楚 他們跟軍閥各有地盤 今天李文中李文娟他們管什麼 管了現在張明上3950萬第一筆錢 第二賣小物的錢還沒有出現 我們再加上去 這四五千萬是這個概念 黃珊珊管的是誰 管的是戴立林 他們是朋友 而且本來你在幫侯友宇 在做總統的選舉 是他拜託戴立林幫他辦一些活動 總共有3500萬支出 辦了很多場活動 其中916萬這個帳目不清 戴立林在電話上講 講這個說黃珊珊不夠意思 怎麼沒解決 我們是朋友 另外說他就被格瑞斯講成 好像一副共謀的黃珊珊 他就很不爽 他就要告格瑞斯 格瑞斯有改口 改口 改口 對 他跟我曾經就講這兩點 好 那好 接下來 我跟你講 地震 地震 你在全台灣最安全的地方 什麼 真的嗎 三立 我們目前有地震 剛剛是上下現在是 開始晃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B1 B1相對的晃的感覺 可能比較發生 東北地區發生有感地震 幾級 三級 沒血 還來不及 所以我們在B1 地震你們不要怕 因為在裡面是不會被雷公打到 好不好 而且因為我們剛剛有試圖要拍我們的燈 我們這個棚的燈其實是非常 很窄 很穩 他也沒有晃 我們也沒有感覺什麼 灰塵屑掉下來 白色支出廣鬥陣才剛開始 因為在帳幕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來聊 42萬做梗圖 這個辦公室有需不需要做圖卡 有嗎 有沒有這個行情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我先讓朗東來 是這樣的 我們叫阿川叫阿川 王毅川叫阿川 代表是一種親近性 因為那個傲川一字稱 我抱歉 講一講一 我剛剛他滿有智慧的 可是昨天館長 館長開直播有沒有 有很多的鄉民就去看 館長叫 王毅川叫什麼 叫傲川 什麼意思 他在拉近跟他的距離 冠廷你叫他什麼 阿川 我都叫阿川 傲川 然後因為其實我們算了很多 帳號不管是裝潢 活動什麼的 有網友就整理了 這個托北者檳榔 他說館長大致在講 傲川說了不行 民眾黨什麼都不給館長做衣服 攝影團隊裝潢 拍影片哪個不行 我現在在做是柯文哲的電小石 黃國昌有力量 柯文哲賺到錢 館長什麼都沒有 大家使勁的拉扯繩子 我們做人不能說 欸 你只是在叫民眾黨學不開錢 民眾黨學不開錢 管理這樣常常常 你像爺爺的 你這個就偏頗嘛 抱歉你們不偏頗 那大件事整個大家討民出來說 齁 討進去傲川在講的 長傲川在講什麼 長傲川在講什麼 傲川在講 啊 館長齁 衣服你看也不需要給館長做 衣服也不需要給館長做 館長什麼都沒做到 齁 啊這個 做柯文哲的電小石 齁 黃國昌現在有流量 柯文哲現在賺到錢 館長什麼都沒有 館長告訴你 黃川在講這條就對了 這很特別的一個訊息 館長 郎東你可以get嗎 我可以 我現在真的覺得去年我罵館長 對他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他也是柯文哲的一個受害者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你想你身為館長的心情 我昨天在友台節目上面 我特別去找 他的公司惡名招章 去年的時候還捐給柯文哲100萬 所以館長不是做柯文哲生意的 館長是負責捐錢的 不只是小草是大草 要捐了100萬出去 那他100萬如果柯文哲好好用好好選 但是他作為支持者沒有意見 結果客戶就怎麼樣 就找一下沙布魯的人在那邊亂弄 然後那個什麼素食的餐 真正丁包的96萬 館長的什麼燒肉脆皮雞肉這個便當 這麼好吃 是雞肉還是豬肉我也忘記了 脆皮燒肉 燒肉應該是豬肉 為什麼不跟館長第96萬的這個便當 然後說拍影片 莫名其妙冒出來 現在沒有人要認領的時間公司 每一個進半人都跟他不熟 拍了14隻就拿了1000萬 每一隻70幾萬 館長不會拍影片嗎 他每天都在直播 每天都在剪片 他的剪輯師就已經請考放在那邊 等著柯文哲找他過去了 那你要辦活動 辦場地這些 館長通通都可以做 做梗圖也會 梗圖館長更會做 他背後都有綠幕合成 做各種的背景 我比較興趣他跟阿川好 是不是要轉到民進黨 我這個比較興趣 民進黨會說館長在原地就好了 他這個基本上就出於義憤 你看 例如說這個 大家看了會不會生氣 他們這個柯文哲找的家 薔薇國際公司 光是花在廣告菜瓜布 什麼叫廣告菜瓜布 就是類似廣告面紙 只是把那個面紙換成菜瓜布 就是發送的小文宣 小文宣 我去查過 大概一份 你大量印1萬份以上的話 大概2.5塊 結果他印了400萬元的菜瓜布 這樣算一算的話 大概就是100多萬份的菜瓜布 館長 館長不會做菜瓜布嗎 他連麻將都會做 這種低成本的這個事情 你覺得做不出來嗎 大家都可以 館長是做小物物館 非常有經驗的老前輩 結果柯文哲不去跟老前輩情意 一下去找什麼時間 一下去找什麼牆威 總之最後選舉出來 結果這麼惹這個慘蛋 館長你說他現在要跳船 當然是這樣 被罵的是館長 幫柯文哲辦活動的是館長 卻然後付錢給柯文哲100萬也是館長 結果要賺錢的時候 完全跟他沒有關係 你是館長你會不生氣嗎 我覺得他愛館長 他借的話就要開那超額的發票 館長不是有事嗎 但是館長你也不要太生氣 你看到這邊 你想想看 至少你不用被檢調約談 如果你去做柯文哲生意 跟著一起做假帳的話 昨天被偵訊到凌晨的 可能就包含館長在裡面 可是你從柯文哲這樣坐下去 他就讓非常多無償 去幫忙柯文哲的心寒 因為這些人 他可能有些人做程中是有熱情的 有熱情願意支持 有些人給100塊 有些人給100萬 他也不求說你一定要上 至少你弄出來這個帳目 你不要把錢在這邊亂花 剛剛說那個梗圖40幾萬 然後結果一查 背後那家公司同一個老闆 過去的話還做過網軍 就是承認說找一堆公讀生 找假帳號在這邊留言 洗評價等等的 你這個帳目亂七八糟 每一筆挖出來都是坑 都是洞的這個時候 柯文哲真的已經下課了 接下來就是看民眾黨 在內鬥完之後 下一個會去接位的是誰 他們有很多的矛盾 因為新莊禁總 為什麼說要評數那麼大 但是他的團隊的人 為什麼一直喊不夠 你不是就是要大空間 就在塞很多人嗎 可是他們在講說 因為我們就是人不夠 所以會計師事務所 那些東西會計我才會外包出去 那所以是不是因為人不夠 所以梗圖要花這個錢 我請教柏惟 我們看這個Soli 他這個有一個叫影響力公司 然後我們試圖去揣摩 我們先不要說他會不會做什麼攻擊的圖 我們先試著想 那會不會是像是這樣的圖 不會 不會喔 不是這種 不會 不是這種行銷式的 42萬的行情在這個政治業界 這個是什麼樣的水平 可不可以把關 42萬的行情 就是你請一個42萬的設計師人才 在你們那邊工作10個月的行情 沒有那種事情 我覺得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坦白講 柯文哲用這些錢 對不起他的支持者 對不起他的支持者 因為他其實他整個第三勢力崛起的過程 都在 前半套學得很好 就是在於說詞的部分 什麼叫說詞 選舉花大錢 國民黨 民進黨都向監商財團跳車車 吃一盆飯 刀叉吃人肉 就到處罵 這一套他學得很好 我們這個收盾第三勢力沒錢 第二勢力沒錢 如果三百五百 兩百 一百不嫌少 一千不嫌大 可以嫁父 盡量嫁父 這前半段 是我們這種 真的很辛苦 從基層出來要選舉的人 所以柯文哲前面這半套學得很好 但是問題是後面半套沒有學到 清廉情真愛鄉土 他只學到用嘴巴講 他沒有學到用行動去做 我們很簡單的 你看柯文哲 這個都柯文哲自己講的話 柯文哲講過什麼話你知道嗎 他說基金會是魔戒 如果第一名都全國像我這樣 大家都有基金會 只有我伯母而已 結果這個魔戒這一次帶上去了 還開在黨部旁邊 怕人家不知道是他的 還叫眾望基金會 這個是他講的 他說 他們民進黨又要修理我了 這個叫網軍造謠一條龍產業 結果你梗圖花42萬 到底誰才是買網軍 你這個叫什麼 叫有付費的義勇軍 反正就給你們自己瞎掰就好了 誰在用網軍 柯文哲 誰在帶魔戒 柯文哲 他說藍綠兩大黨都花錢做假民調 我直播都多少人看 阿伯怎麼可能第三名 結果花錢做假民調 2024年總統副總統選舉裡面 一共19間民調公司 阿伯的求真第18名 倒數第二名 你的科學理性務實 你找一間全國倒數第二名的 來幫你做民調 然後你說別人都花錢做假民調 他說我沒有錢買廣告 這個更好笑 他說他沒有錢買廣告 他還發了一篇文章 具體在去年的不知道8月 還什麼時候 他發了一篇文章說 我們沒有錢買廣告的 三個禮拜 剛剛買廣告 正監察院申報收集出來了 他再發了一篇文章說 我們都沒有錢買廣告 都沒有電台要拿廣告 他發了一篇文章寫這個 目的是什麼 要跟大家募款 要大家繼續支持 結果在監察院申報的 那個數字裡面看到 他在發那篇文章的前一個禮拜 剛剛下廣告 剛剛下好幾百萬 阿伯說你在講 這都柯文哲講的 這不是我們吃飽太閒去夢到的 這都柯文哲自己講的 來有沒有發文 來幫忙補充 直接找到 他講說什麼 我沒有錢買媒體 連要下廣告都被拒絕 他這時候是12月6號 他自己寫的 結果被人家找到說 他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個禮拜 剛剛下廣告 這個還是柯文哲 他說我有財政紀律 結果4億的政治獻金 到今天為止怎麼樣 掉了多少 1800萬 掉了他自己講的 4億左右的政治獻金 他掉了1800萬 給你管國家 4兆會少1800億 這個都你講的 最後跟大家講 柯文哲的下場他自己知道 這也是柯文哲自己講的 他說 因為要貪污的人 不會把帳記得這麼清楚 這什麼意思 你在講誰 搞了半天再講自己 貪污的人 因為要貪污的人 不會帳戶記得這麼清楚 所以叫大家不要糾結 吳一軒出來叫大家不要糾結 在評述 然後他的端木正 他的會計師出來說 這個叫做合理調節 你民眾黨真的挑戰 全台灣人諮商 這一次最大的問題是 他得罪了誰 得罪了做裝潢的 那行情有14萬 他得罪營造公司 你裝潢要14萬 我不就叫小哥要贏 得罪了跟房市相關產業的人 第二個得罪誰 得罪選舉相關產業的人 我們每兩年有一千多個人 要選舉從立委議員 里長 總統 到處都在選舉 從選舉候選人本人到競選團隊 到他團隊的家人 誰不知道行情 就你柯文哲出來 然後到處亂作戰 數字隨便報 然後我們什麼廣告 公關梗圖 這誰不知道 你要這樣子罰OK 你看 十間 十間什麼罰個公司 一千萬做14支影片 然後現在業界流出來說 是一支一百萬買十壽事 一支一百萬 一支一百萬都可以做參論節目了 都可以做綜藝節目了 結果他的內容是 他坐在一個綠色的key板那邊 我想是這樣 台灣的財政難道大學 難道18歲 這大學會招不到三四十 現在才知道 18年前小孩子出生就知道 怎麼藍綠都不錯 台灣就是 結果他就在key板上面 一支一百萬 我們以前拍電影要跟那些大老闆募款 那個是卑微 然後你還要寫報告跟他講說 這個好預估收益 不一定會回收 但是廣告曝光 你對台灣藝文產業有幫助 說幾包 30萬做了不起 你一支一百萬抓在那邊 自言自語演獨角戲 你這個都破壞行情 所以得罪房市 得罪選舉 最後得罪什麼 得罪全天下 全台灣的 跟會計 跟作帳 跟資本 跟這個中校企業老闆 任何一個看過帳的人 都不會覺得 他們這個叫正常的帳 我們藍綠不是今天 第一天參與選舉 你也可以去查賴清德 蔡英文 陳柏惟 顏寬恒 大家都可以查 不論如何都他還會跟你講說 我們大部開銷是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我們曾經有做過 我那個時候在選舉的時候 被人家做什麼圖你知道嗎 做到很鬼扯的東西 他把我們台中所有的立委 吃了什麼東西條列出來 也就是說當時如果我們有人 就是亂作帳的話 一定會被抓到 這張給大家看 這個是當時的公民團體的監督 你知道他監督什麼嗎 他說台中市各個立委 這裡有十多個人 他在香美快餐吃了幾萬塊 然後在什麼烏日新德餐 吃了幾次幾萬塊 我們是這麼被嚴格監督出來 當立委的人 然後陳柏惟被發現 吃很多麥當勞 對 我裡面最大的開銷是吃了 我有50張300塊的發票 當然不是整數300 這也是因為競選要報仗嗎 對啊 沒有 我們是吃 我們是真的消費 不是 我是說你消費 為什麼他可以整理出來 我們一筆一筆報案 你只要把公司篩選起來 他就知道了 我吃了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塊的 核得償股份有限公司 烏日新興分公司 我那個時候我在查這件是什麼 我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沒有 那是團隊叫的 我一個人知道 我們是這麼嚴格被檢視 你柯文哲都大廚大宜 三個都不賣 會計的也得罪 房產的也得罪 選舉的也得罪 我認為他的政治生命 差不多到這裡了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柯文哲你還有一點點 對台灣社會有貢獻的機會 就是老實的說出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老實的說出 你在這些上下其手的數字裡面 你在這個政治鬥爭的權力結構裡面 我跟你保證 我不認為黃國昌 黃珊珊 他們遇到他們 燒到他們的時候 他們會保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現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坦白從寬 你過去你怎麼使用你的錢包 哪一些事情 哪一些案件 你怎麼樣上下起手 不要再想下一次選總統的事情 不要想那麼多 你現在跟藍的 跟綠的合作 也不會幫你逃過什麼 牢獄之災或幹嘛的 你老實 你如果真的要改變這一切 你很熟 你看起來短短十年 你都摸得很熟 你就跟大家講 以後這個就是真的 對台灣社會有貢獻 你就把這個所謂的什麼 貪污產業鏈 或者是什麼上下起手產業鏈 政治現金洗錢產業鏈 你就把這一些公佈出來 讓大家避免 我們就可以提升一個等級 而不是現在還在利用政治 藍綠都這樣 別人都這樣 一下子老婆放話 一下老媽放話 什麼一下雷公文 你講那個柯媽媽超一點 他是講雷公 他如果講地震今天就嚇到了 因為地震比較難預測 他講雷公 雷公 只要沒打到的人說的都是對的 我們目前再多的都沒有人被打到 我們說的都是對的 所以不要再瞎掰了 用你科學理性務實 然後面對現實 然後這個向台灣社會道歉 好 因為科學理性務實 我們要今天特別找到 是在柯文哲身邊有幫忙過的 幫過忙 你現在是不是也有想要對社會大眾說 這個也是世人不明嗎 我們今天請到的是俗欣姐 來 俗欣姐跟觀眾朋友說 問安 大家好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我是 我本來就認識俗欣姐 然後他說他在2014年 在柯文哲身邊有在幫忙 柯文哲有來找你說我有錢 因為選舉都要花錢 他認為說這個錢的部分要怎麼募 所以你被賦予一個很大的角色 叫做募款執行長 委員會執行長 柯文哲競選市長 募款委員會執行長 從來沒有聽過這種開頭 那我請教 你跟柯文哲在這場選舉 2014年選舉過程中 遇到什麼樣跟錢方面的問題 他還沒有進入民進黨 這個初選民調之前 他說他負債700多萬 怎麼那麼快就欠錢 因為民進黨的初選民 就是初選這邊一邊 一個支線在走 那另外一邊是柯文哲 他當然也是在暖身 暖身的過程間 就有負債700萬 他應該不只負債700萬 就是每一個人都拿一張帳單給他 然後有一個單位拿了700多萬 然後他說沒關係 我會幫你募款 然後又其他單位說 他幫他租了房子 然後後來本來也說 他會幫他找到金主 結果也沒有找到金主 然後也欠了200多萬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叫我要幫他 因為不然他老婆要跟他離婚 這招可以用這麼久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就只要撐過民進黨 這個民調結束之後就OK了 然後我就幫他辦了幾場募款餐會 那時候真的是政治素人 因為他都不跟你打招呼 然後他就吃飯 就拚命吃飯 嚇死了 然後吃完飯他就說 我還有行程要走了 所以我要不斷提醒他 這個時候要做什麼事 那個時候要做什麼動作 我本來以為就幫他募完 這個700多萬就沒事了 你募完 你可以幫他募700多 那我給你留個賴 好不好 不用 我跟你講後來一堆人要找我募款 我真的很害怕 然後成會的時候突然宣布說 我要當募款委會執行長 然後他們裡面的幹部 真的也是 就是零零種種 什麼人都有 然後還有那個就是 就是人資長 那人資長才二十 大學剛畢業沒多久 柯文哲那時候 那個他是朋友很多 每一個都來幫忙 然後到處都說 都是柯文哲的核心幕僚 然後那進來這個競選 負責財務的應該也是 算核心不了 那可是沒有一個人會會計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然後我其實我也不是 負責這種財塊的 然後後來張照順 有幫他找到簽帳的會計師 然後那個我是找了袁秀慧 他後來的那個法治局局長 然後他進來負責法律的 相關的工作 然後那個 那後來因為我也很擔心 因為你們一天到晚在吵架 因為大家都請不到款 然後我也不能管 我也看不到帳 那所以後來就是 就是那個我也拜託一個 就是拜託一些人進來幫忙 然後終於就有人可以 就是他們就稍微選舉架構 財務架構稍微確定了 還是請不到款 然後我發現說這樣不行 最重要是裡面沒有懂得 這個會計的人 我就請了會計師派了一個 懂得政治獻金法的會計人員 進去幫忙 然後他也只是領一份薪水 然後 但是我請教 因為他其實之前可能是第一次 所以沒經驗 對 他選過兩道 這道是選總統 他說他沒有經驗 其實我告訴你 我這一次看一看對不對 我為什麼可以安全下樁 我後來終於了解了 因為那時候柯文哲講說 只能一套帳 然後錢進去 不能來路不明的錢 一定要能夠開政治現金的錢 不會說開了什麼A B C D 說這個是就是 因為有些選舉都會說 什麼A B帳 你要查的時候拿這份 事實上其實應該有一個內帳 對 柯文哲一直在那 就是公開透明 他說只能有一筆帳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是這樣 所以才可以安全下樁 我覺得你剛剛講四個字很重要 叫安全下樁 對 沒事就好 人平安就好 不要惹官司都最棒 來 貓貓我請教 剛剛其實小平哥有講到一件事情 他講的是說 奇怪了 我們剛剛在講便當的時候 不是說許甫跟陳志涵講的話不一樣嗎 夫妻打架對不對 對 柯文哲跟陳佩琦之間打得再更兇了 因為 因為 柯文哲說什麼 先講陳佩琦 因為陳佩琦就寫在臉書上 我給你看他的臉書寫什麼 他第一篇不是講說他要開小草咖啡廳嗎 然後說十萬塊 用別人的名字 原來別人就是他兒子 好第二篇他就寫了 當負責人跟實際經營不同的時候 該抓就抓 該關就關 該罰就罰 我的確是開了個公司 也承認 但將來他不是經營人 他不是已經犯罪自白了嗎 是 但是柯文哲今天說什麼 他說那個不是人頭 就是爸爸媽媽太疼小孩子了 還幫他開個公司幹什麼的 佩琦講的跟柯文哲講的是打得可兇了 這樣檢察官會傳他兒子 這樣 當然 這樣子 對 男子傳陳佩琦現在兒子也要傳了 因為媽媽聽的兒子是罰你 陳佩琦是一間抗 可是柯文哲說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人頭 是爸爸媽媽太疼小孩子 對 這件事好像也是因我而起 我跑去台坡大樓 對 朝聖順便說我找不到他兒子的公司 所以佩琦第二天就很 就生氣的扒了一篇尾才 這樣子燒起來了 他一開始一間抗 後來就是可能怕真的查 可能查說這間公司其實不是要開咖啡 因為我們常理推斷 這間公司的名字叫什麼傳媒的 科技傳媒公司 你是要開什麼咖啡廳 所以可能是柯文哲先滅火 先打預防針 就講說這個是他們疼愛兒子 是 因為他們家都一直疼愛 你們還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柯文哲 剛被查到一塊地的時候 查到那塊地的時候 他不是說那是我爸爸做 我以後回去的時候 要給我蓋醫院的 有沒有 他留了一塊地要蓋醫院 停車場那一塊 對 停車場那一塊 等到現在就找理由 我們也是疼兒子 幫他開一間公司 雖然說我覺得我比較想要地 留給兒子就只剩下公司 但是我要說 這個都是藉口 因為當初 你佩琪都已經出來扛了 都已經扛說 這個就是我用那個 找那個人頭 然後開公司 然後這樣也有很多 律師分析說 這樣子可能出犯 可能跟高宏安同罪 七年起跳有沒有 可能佩琪這兩天睡不好了 看了很多那些律師講的話之後 睡不好之後 所以現在又是柯文哲又出來扛 又在呼吸炮火 柯文哲跟陳佩琪兩個人 有一個人說謊 這很簡單 我簡單整理一下 陳佩琪第一時間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現在是公務員 是他要開的 所以他找人先去開這間店 那個人就是他兒子 所以被我們解讀為 這叫人頭 對 他的講法我們解讀叫人頭 他人頭就是他兒子 可是柯文哲的講法是不對 是他兒子要開公司 爸媽幫忙他 這兩個人 是不是完全講法不一樣 一個是兒子要開 一個是陳佩琪要開 不好意思 剛剛最新進展 陳佩琪剛剛有第三種說法 來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陳佩琪在社群平台上面留言 因為有人去跟他講說 辛苦了 你是偉大的女性 替丈夫開人頭公司 還跳出來頂罪 現在還要被媒體追著跑 柯文哲一輩子只做對一件事 就是娶你為妻 不知道是酸還是真的 陳志這樣覺得 但陳佩琪回了 他說兒子畢業之後 要做智慧城市這一塊 且我賣咖啡 他還可以幫忙做資料統整 我已經規劃退休後美麗願景 只是天不從人願 兒子說他有花錢自己去開戶 我會找會計師協助 第三次講的 又跟第一次講不一樣 陳佩琪在講意思是什麼 對 我要賣咖啡 我兒子要做智慧城市 然後我賣咖啡 他幫忙我做資料統整 你們教到底在講什麼 複合式經營 超級複合式 完全不一樣 三次 陳佩琪講了兩次 跟柯文哲講的完全不一樣 再買幾套漫畫進去 就可以開網咖 對… 好 來 朗東 在數字的部分 我們剛剛不是挖了很多個 比方說梗圖 前兩天有進總 包括民調數字也都超過最準的 你發現有另外一筆很特殊的帳 是不是 對 因為昨天想說 還是來查一下帳好了 也認真看一看 100萬以上的帳 我全部都看過 然後我特別去挑 100萬以上的帳 他們是91萬 41萬以上看過 你看過100萬以上的帳 對 我就特別去挑 而且特別去研究 因為你發現柯文哲有一個慣性 只要是新成立的公司 然後柯文哲進總前撥給他 幾乎都出問題 食熱是新成立的 所以台南那場的造勢出問題 然後時間這個是新成立的 所以說那1000萬拍了 10支加4支影片 這個也出問題 另外一家新的公司 叫做博素素衛 他在去年的10月份 3月3號的時候 拿到了柯文哲的200萬元 叫投廣服務費 這家公司成立在去年8月28號 換句話說 他成立了36天之後 以資本額50萬 就拿到了200萬元的 這樣的一個柯文哲 這家公司他的這個負責人 湯以白跟他背後 其實是有一個法人齒骨 叫做九川這個家公司 結果都很奇怪 九川也是做四星媒體的 為什麼他們不用九川 這公司的這個名義 然後直接去接柯文哲這個案子 再往下去查 就發現說這個九川這個案子 這九川這個公司 他的負責人湯以白跟林穎川 這兩個人的話 基本上面的話他在九川 在電視的相關電視廣播相關的業績上面 都有列出來 過去的作品 全部都是接大愛 大愛電視台裡面的這些劇 從2006年到2015年 是非常長期大愛合作的這個對象 那也就是說 柯文哲付了200萬給一個 他們負責人應該是夫妻 然後他們長期跟大愛合作在拍片 然後用了一個投廣付費的這樣的一個名義 那我就很好奇說 大愛跟柯文哲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有什麼關聯 還真的有 去年8月10號的時候 柯文哲突然神來一筆 跑去見實際證言上人 然後說什麼以後我買便當 都要買素的 所以可能後來才有那個96萬的素食 不做不用殺生媽媽 對 所以有網友就說館長那時候 應該賣素食便當 不要賣燒肉 這樣就可以做到這個生意 柯文哲那個時候 遇到的一個狀況是說 他先遇到說716的時候 有性別歧視從女的爭議 後來又有空服員 一堆穿空服員的這個制服 在那邊跳 為空服員 為空服員事件 所以他被罵得很慘 說他沒有性別意識 然後這時候他消失了幾天 又被傳輸出去 見地方派系的一些牛鬼蛇神等等的 結果柯文哲異正實言出來說 我是去見上人 上人也是牛鬼蛇神嗎 結果你現在一看 說這個新聞是先從大愛電視 8月10號登出來 你看柯文哲又說什麼 他不是失蹤 他是拜會正言法師 所以我就不禁要問說 柯文哲你必須要去解釋一下 他說為什麼你會把這個200萬元 用投廣服務費的名義 交給一個跟大愛電視台 有長期合作的這些負責人 湯以白 他所成立的一家 不過就36天的公司 中間跟你在8月10號的時候 從大愛電視台露出的 這樣的一則新聞 等於就是宗教界現身 去幫你去洗白 做正面新聞 有沒有任何的關係 這個所謂的錢 交給這個柯文哲 有什麼關聯 那當然柯文哲他自己想要吃素 是很好 每個人有自己的信仰 我們都非常的尊重 對 所以如果已經有關係的話 我們就覺得沒辦法接受是說 你如果真心誠意要吃素 那有一些吃素的朋友投給你 那很合理 可是如果你假裝你在做這件事情 背後其實是你的政治操作 媒體操作的話 這件事情你有必要去跟全台灣 因為這些因素投給你的觀眾朋友 講清楚 好 雖然這一題我們有聊過 但我覺得有在選舉的人 是不是要做民調 要 要做民調 要花錢沒有錯 然後我就想說 吳子佳這麼崩潰 因為美麗島電子民調 其實是非常準的 整個最後開盤出來 發現他們的數字其實是準的 他說我做了110次的民調 都沒有柯文哲 花了1400多萬多 柯文哲做幾次 9次 沒有 他有兩次加起來 9次是990萬 另外還有趨勢民調 加一加1400多萬 大概做個15 6次 對 價錢差多少 可以這個樣子嗎 所以吃米都不知道米給嗎 那個公司收那個錢 然後你們都沒有意識的 會覺得這是合理的帳嗎 我心請教委員 我真心的覺得 其實他真的是在挑戰 所有這個行業的人 這個行業包括了候選人 然後服務團隊 然後還有他的合作廠商 真的不然是影片也好 或者是這個民調公司也好 其實跟民進黨合作的很多廠商 據我的了解 他們都怕得要死 以後都在想說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接民進黨的案子了 因為民進黨都會跟他說 我們這是愛台灣 比較適合好不好 比較減額 我募款沒有這麼多 可以再打點折嗎 所以其實民進黨的錢真的很難賺 我們真的不曉得 為什麼柯文哲可以 每一次都大手大腳 每一筆都這麼大筆 好 來 柏惟進一步來做補充 民調的部分 可憐了 可憐的部分在於 他又這樣子講 說我們不要 人家都做假民調 阿伯支持度很高 不要亂花錢 花錢做假民調 意圖影響選舉 侯友宜應該要告 侯友宜應該要告柯文哲 鍾小平應該要告 不起訴再滾一次丁床 侯友宜要告那個民調公司 這不能亂講 這個不起訴有機會 這個話是我有把握 不能這樣講 所以你後來才發現 柯文哲的起心動念就是 韓國瑜選一次總統 看起來好像很風光 他也來選一次 結果他的選舉的等級提升了 但是用人跟格局 沒有跟著提升 還在那邊小架子器 用地方首長選舉的模式 來打這場仗 結果打完仗之後 坦白講看起來 就像一群山賊 打完一場仗之後 分章不均 然後搞到內訌 各聚三頭 這就是讓子彈飛的劇情 你就是個張馬子 假裝自己是張慕芝 現在的情況 接下來他要怎麼修刷 接下來他要怎麼把這些東西 一個一個再回復過來 我覺得下一步民眾黨就是進入 內鬥的第二季 請大家繼續鎖定頻道觀看 我還是把數字講清楚 1441萬三間民調機構 包含世行大選 我就從三間 行情是這樣 一致民調如果做純事化 十來萬 如果是手機頂多三十幾萬 柯文哲你做了幾次民調 所以趙紹康 不要講我昨晚你講 趙紹康說的 是不是付比較多的錢 人家幫你做比較好 這是趙紹康的講法 不是 因為他的民調支出還有 宣傳 對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個 其實他的這個 民調加文宣 民調加文宣 為什麼做完民調加文宣 這就是小平哥跟國民黨人 現在的問號 的罪痛 為什麼 因為把侯友宜操作成侯老三 對 民調是其中一部分的錢 重點是宣傳 為什麼拿這個去募款 因為大家小草都認為 他這麼多人 所以最後才十幾萬人去 就會贏 當年如果真的有給他兩億美金 他就藍白盒了 好 那個也是有罪的 今天重點是李文娟 中保150萬 沒錯 李文娟只聽誰的 李文中的 李文中跟柯文哲 對 因為是不同系統 黃山是另外一個系統 那是十二的系統 所以今天李文娟中保了 誰要倒楣了 柯文哲要倒楣了 為什麼不從法律角度 阿伯還在想這個事情 那如果 如果有人隻手遮天 我柯文哲可以有一道護城河 都沒有關係的話 有法律責任嗎 還是沒有 今天很多事情也不是說 李文娟扛了 他就全部沒責任 接下來會幹嘛 會怎麼樣 約談廠商 是 虛報的廠商 我隨便講幾個 裝潢假設200萬新裝 你報了1000多萬 叫廠商先來當證人 就轉被告 你要好好老師跟我講 對 然後震聲電台也會被傳 幾十萬人怎麼報500萬 然後所有 震聲電台我先補充 因為我今天看到他們的說明 他是說 插了一個字叫做等 因為震聲電台 他是說我包給A電台 C電台全部的電台說加起來有30家 是500萬 他們現在的說詞是這樣 第一個我們看30家有沒有到500萬 第二個你為什麼 就算是真的 你為什麼不拿30家發票 而讓震聲統治統包 又不是轉播 電視 又不是早聽一遍是轉播 那都亂扯 那所有差很大 代季權會被傳也會 憑什麼騙子一個10萬 要做成74萬 這些還有求真 我真想去替侯友宜告求真好不好 意圖使 我去告發意圖使 侯友宜不當選 說我們是侯老三 還什麼侯老三便當 我們講了一大堆 但我們是受害者本黨 最後 所以我要講什麼你知道 講兩點很重要 柯文哲跟你講你夠狠 全部都翻臉了對不對 狗咬狗 連陳佩奇跟柯文哲都翻臉你知道嗎 怎麼說 好我想跟你聽 陳佩奇是不是說我 我只有犯意沒有犯行 對 勞過我 勞過我的人頭 我兒子有沒有 對吧 柯文在講什麼 不是人頭公司 是我兒子開的 你害你兒子去坐牢嗎 虎毒不食指 你為什麼跟陳佩奇講話 講差那麼多 這第一點 第二 陳佩奇在操作什麼 我管你老公坐牢也不重要 管你這個帳 還沒移過來跟我沒關係 這幾千萬的爛帳 他現在做什麼事情陳佩奇 在氣科保搖 搖是他兒子 你想過沒有 夫妻已經反目了 這很可怕你知道嗎 在最後黃珊珊的處境 黃珊珊總幹事對不對 因為沒有告六人樂壇 我就不告他了 我就要告五人 黃珊珊 學姐叫黃靜穎 是珊珊女孩 是嫡系部隊 這個多崇拜黃珊珊 她的議員當選是跟著黃珊珊 選市長而當選的 今天學姐講了什麼話 也開始要 黃珊珊 真的 當然我聽聽她說 辭中常委幹嘛 對不對 辭中常委 中央委員 幹嘛 然後拍拍屁股就不見了 這樣做比較好嗎 他在黃珊珊 好 現在有一股叫 叫做消滅黃珊珊的力量都出來了 他要是挽留他 拍屁股有什麼 你要留下來 他叫他慈立委的意思 他叫他慈立委的意思 你中央委員 你辭中央委員幹嘛 救不了這個整個大局 你慈立委 連學姐就叫他慈立委 好啊 那明天的中評會 會怎麼處理 抗議刑法112條 俗稱冒犯君主罪 因為就 今天 柯文哲很怕黃珊珊 常常黃珊珊就兇他 常常走掉 黃珊珊走在他左前方一步 可是他喜不希望 黃珊珊棄居而保 而保 棄居而保帥 帥哪顆 乃總幹事 立委黃珊珊 所以明天黃珊珊的中評會 我今天不敢動你 我可以用中評會的手殺掉你 其實他們戰略 我覺得是這樣是一致的 內部現在把黃珊珊當劍靶 也是在找帶罪羔羊 為了要保護誰 也是保柯文哲 但是我要先提醒一下小平哥 你剛才的那段話 如果按照柯文哲告我的標準 他會告你 因為我只是說他跟高雄安有口角 我就被告 你說虎毒不食指還要幹掉黃珊珊那一段 開玩笑 我覺得今天小平哥完全不一樣了 昨天的氣場跟今天的氣場不一樣 你是不是因為昨天那個李彥秀 然後朱立倫的那個指示 讓你覺得說 我猛虎不發威 我的評論 我的功力 我的什麼 因為黨中央感覺是 大家都好好的 希望他們可以什麼 後來我查的結果 是好像是主席在中午跟中常委吃飯 有一位中常委他也沒 記者也沒講誰說 鍾小平跟李彥秀 不是跟那個游淑慧 兩個人幹嘛一直搞柯文哲 現在還在藍白河的狀態 你搞他幹嘛 意思是說我們兩個是 破壞藍白河的罪人 第一個我跟中常委講 我們黨籍議員怎麼問政 需要你指點江山嗎 因為你是誰 中常委 這一位中常委 我不曉得是誰 第二 小我 看清楚形勢 同仇抵抗這位中常委 我們怎麼輸的 就是你違反 違背了六點協議簽了以後反悔 然後才讓賴清德當選 才讓侯友宇落選 不是嗎 這第二點 這小我 第三點 大我 我們思議員不能問政 你今天那個什麼 那個代導找我陳情 然後出了這些事情 然後精華成這些事 我們講都不能講嗎 最後一點 搞清楚形勢好不好 有點政治程度 藍白河 不是跟阿伯談了 跟黃國昌談 我罵黃國昌 你這樣講還有點邏輯 我罵阿伯有什麼關係 阿伯沒了 搞清楚狀況 整個形勢再變了 我還要把他講完 現在針對戴力林 跟小平哥陳情的 這間公司的負責人 現在看起來三件事情 有一些事情要釐清 有一些事情有講 首先第一點很清楚的事情是 柯文哲報的916萬 時樂跟尼奧 確實沒有這筆賬 沒有 確實沒有這筆發票 對方什麼事都沒幹 可是卻被報到了監察院 所以這個事情很清楚 我請問916萬錢金額去哪裡 金額 錢去哪裡 這個事情不用去扯戴力林了 柯文哲競選總部 對外要講清楚 916萬幹什麼去了 有講嗎 到現在還沒講 沒有 第二點被大家質疑的 就是說戴力林當時這間公司說 1000萬的轉播費 被說怎麼要轉播 什麼要1000萬 這一件事情 戴力林他現在也出來講清楚了 我覺得這要講清楚讓社會評論 戴力林的講法是說 因為柯文哲的團隊去找他 然後講說 因為沒有人要接柯文哲的廣告 所以戴力林幫他包的 統包這個1000萬 去下了四五間電視台的廣告 叫代資代付 對 代資代付 好 但我要講 光到這裡為止 柯文哲團隊對戴力林就說謊 我們現在根據整個 進行現金的帳戶 其他廣告公司 拿到了電視台廣告 四五千萬 柯文哲居然跑去跟戴力林講說 沒有電視台要接我廣告 你連你的合作夥伴都騙 你知道為什麼嗎 當初他要幫柯文哲 他藍軍 支持者 黃珊珊跟柯文哲 勸他說你來幫我 所以他本來不願意接他的 他就講裝可憐 好可憐 沒有你要接 你救救我 你是廣告界的教母 所以你才有辦法讓我們接 是這樣的說詞 我猜 是這樣子 好 但是大家還是質疑 就我昨天在笑說 一張票是和聲的銀票嗎 可以抵一千萬 後來戴力林今天有講 這我可以接受 他說他們有完整的企劃書 但那企劃書交給檢調了 交了 那就檢調把它查清楚 有這一筆 這樣OK 但關鍵現在第三個 台南的場地費這件事 就是說同樣戴力林的團隊 然後台南去辦了相關的造勢 上面的場地費400多萬 結果戴力林今天我有遇到他 他在公開場合講 這不是場地費 他是辦了整場活動 我先講 當然我們民進黨沒有辦法 花那麼多錢辦這種活動 郭國文有出來講台南一場 辦十幾萬等等 我看廠商要賺錢 不賺錢要辦大廠小廠 我都尊重 可是你柯文哲在胡搞 人家是辦活動 你給他講475萬叫場地費 對 場地費這樣 我想什麼 帶領你這間公司在幹嘛 品名亂寫 所以這三件事情搞到結果 就是柯文哲你的團隊是一團 就該還給他們 認真 民眾黨在五週年的黨慶辦了一個 可以說是神預言的活動 叫做火烤柯文哲 現在真的是火燒民眾黨了 檢調要釐清的有 這個假賬三筆 916萬 憑據是怎麼開出來的 是誰開出來的 是端木正 是端木正的助理 還是科辦呢 端木正 聽你多少錢 有需要做這些事情嗎 這是大眾也是會計師 業界共同的疑問 畢竟金流的源頭 責任應該是要 溯源到財務長的身上 有藍營說 檢調辦案陳述 這就好笑了 難道明知犯罪 而且你看小平書不是都已經去舉發了嗎 有好幾個其他主人也都舉發了 要等到滅政才要辦嗎 想要掌握更多節目精彩內容 記得掃描下方QR Code 訂閱新台灣加油YT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分享精彩片段 明天同一時間 鎖定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